案件伤人 春秋时,郑国国君郑庄公下令准备讨伐邻国的许国 出发前,他在宫前检约部队,发派兵车 哪位将军,愿驾第一升战车率先出发 在下,愿驾 末将愿驾 老将军,颖考书和年轻将军,公孙子都都争着驾第一升战车 两位将军都愿意 还是我来吧,这事事关重要的事儿 还是我来 让我来 这老东西干什么去 颖考书是一员勇将 他不服劳,拉起兵车转身就跑 公孙子都向来瞧不起人,当然不肯相让 他拔起长脊,飞奔追去 嘿,二位将军 等到公孙子都追上了大陆,颖考书早就不见人影了 这老东西 秋天,正如向许国攻城大举进攻 从哪儿,杀呀 两人一攻一守,直杀的天魂彼岸 正如向许国攻城,做最后的冲击 这是为以火殊愿意当前,抗拳大旗爬上城横 公孙子都,眼看银炮书就要立下头部,心里更加激烈 十年,拉着兵,快就会冲兵 快就会冲灭 郑国士兵以为引火书是许国士兵杀死的 一个自己停杀,终于攻破了许国都城 像公孙子宫那样,趁人不会暗放冷箭 就叫暗箭商人 不过作为成语 凡是采取任何不光明的手段 暗地伺机伤害别人 都叫做暗箭商人